创业需要勇气,转业也是 这对夫妻一个在媒体工作 一个在百货公司的专柜上班 疫情过后开始的人生有不一样的规划 所以就承接了朋友的鲁味手艺 转身进了厨房 看起来简单的鲁味实际做起来 可一点都不简单 得花上十几个小时来制作 但是夫妻俩有了共同打拼的事业 陪伴孩子的时间也增加了 看似冒险的转业 就算过程当中有惊险 也是相当的值得 其实我自己在家里吃香油不吃鸭翅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卤鸭翅太辛苦 我宁愿给客人吃 自家卖卤味 却做到舍不得吃 因为好东西得留给客人的胃 我老婆都为了犒赏我 都会把那小吃留给我 然后我就自己拿鸭翅来吃的时候 她看我拿的时候 干嘛 你在干嘛 我说我刚刚不是跟你讲到拿鸭翅 她说对啊 你那个漂亮的不会留给客人拿 你这个丑的拿去吃啊 我说哦 好啦 我一想吃大吃的 中间鸡脚 然后再开卤锅 然后再卤 再泡 然后最后再到里面前 泡大概三个小时 嗯 因为这样子的话 它就会再把卤汁的味道再吸进去 用看的就知道 鸭翅废公 鸡脚耗食 因为很多东西不只是下锅卤 这么简单 有一天我拿鸣味跟我妈在那边吃鸣味 边吃边说 你 你滴这个用鸭翅你滴 我说鸭翅 什么叫鸭翅 火都有鸭软的 她说 你就是火候太强 太硬 那个火 你虽然让它滚 但是不是硬滚 你要控制那个火候的力量 然后慢慢突然会发现 我滷出来的东西变好看了 一样好吃 但是不会像以前那样子 这边破一下 那边断一个 光是用火就是大学问 滚煮浸泡的时间也不同 但毕竟是老经验了 现在只要透过勺子碰撞 就能感受差异 你每次勺子碰到池菜本身 其实它感觉是不一样的 你可以感觉出它的软硬度 其实滷味这种东西很注重 味道跟口感 有些人就是爱啃 啃你要有让它能够啃 你不是直接入口即化 那就没有啃的意思了 这当中最重要的灵魂滷汁 也是当天现熬 那我们基底是用麦芽糖 知道为什么用麦芽糖吗 如果你的滷汁里面有麦芽糖的话 它会帮助你上色 然后这个是老抽 这是我们颜色最主要的来源 然后老抽它自己有一个不一样的香气 不会只有那种酱油的一个味道而已 洋葱 生姜再加上数十味中药提香 在这儿就是看不到坊间常说的成年老鲁 我觉得现代人讲求吃的健康 我觉得身体不要有负担 所以我们希望每次都开心乳来滷汁它 我们每样食材都是一样一样下去滷 那原因是因为我们希望保有它原来食材自己本身的味道 当很多东西在滷的时候 你会担心那个滷不够 这个又滷太多 那该怎么办 滷味要好吃 从下锅滚煮到静置入味 一次只能专注在一件事情上 说起来这和他过去做节目的职场经验 有不同也有相似之处 因为以前工作的关心其实全台湾到处跑 那到处跑的过程当中其实都会吃到各样不一样的滷味 刚好时间点成熟 因为疫情嘛 那就会想说自己来做一个不一样的滷味 其实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其实都是要花很多的心思 我们以前要花两天三天四天的时间才能做出一个 你看起来可能只有十分钟二十分钟的东西 一样我们滷味花了到你手上搞不好已经十个小时以上 可是你一口三分钟吃完 但是你要想我们花这么多心思 但是可以获取到客人这两三分钟的喜悦 我觉得这也是蛮好的报仇 像他们有时候出外景 有时候一出去就是两三天三四天 所以会觉得他好像陪家人的时间比较少 所以他会觉得有时候 他会觉得一晃眼就觉得小孩已经长那么大 他好像怎么都没参与到 现在后来反而我们自己这样创业以后 他反而跟小孩子比较能够互动 十多年的影视人生走遍大江南北 看过也吃过不少好料后 也是进了厨房才知道很多看不到的细节 尤其费工 其实串蛾比较特别是我们不叫卤串蛾 我们叫草串蛾 原因它要用草的 木耳类的它煮久了会太烂 没有那个Q度 那你要吃到它的Q度就必须用草的 然后接下来就会让它逼到最大化 因为它本身有厚度要让它吸进去 我们这豆干是有点点微辣 因为我们有用化胶粒 然后中药 然后再加上那个粗辣椒粒 粗的辣椒粉 我们豆干拿到之后我们会先泡水 把它的那个表面上 因为它是油炸的嘛 它那个油耗全部泡掉 大概泡三四个小时 因为以前常常听人家在讲说 滷味有什么难 你就全部丢一丢 滷一滷而已 我以前也是这样想 后来自己开始滷以后才发现 完全不一样 其实卖滷味除了自己爱吃 这生意最初是好友的副业 因为疫情停摆后 问了他一句 要不你做做看 才让夫妻俩各自放下原本工作 走上创业这一条路 我其实百货专柜做也是快十年 其实对吃的这一块我真的是完全 不想涉猎 完全不想 然后觉得 我就觉得一听到做餐饮 就是非常排斥 因为像我老公 我婆婆她们都爱吃乳味 那后来我们就是没有吃到好吃的乳味 我们就想说 那不然我们就把之前那个人把它削起来 补出我们想要的味道 然后再做一点挑战 希望把它表面的一些油脂的部分都泡掉 这样才能够让我们 卤汁能够更容易入味 一般你在外面吃到的百叶豆腐 它其实都是整条下去卤 我为什么要先切的原因是因为 我在卤的过程当中 我透过火候的控制 把它每一颗 逼到大概有七八倍大 又有新食材下锅 锅盖开了小缝才看到 百叶豆腐经过高温卤煮不断长大 目的就是要把它的结构先破坏 等它冷却之后缩回来的时候 它的口感会变成像蛋白一样 那样子的口感 然后它也会吸到乳汁 而这个破坏食材组织的过程 似乎也跟它试图打破 坊间对冰镇卤味的看法很相似 虽然说我们是滚在一起 但你在吃每样东西的时候 它都有它独特的味道 你在追求而去是吃食物本身的味道 那食物本身的味道怎么来 东西新鲜嘛 那再来就是 你赋予它的过程当中有用心 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让客人又可以吃到好吃的卤味 又不会对自己造成很多的负担 这是我们最希望的 我们也是希望 就是让更多的人 可以吃到我们的卤味 因为我们真的都是 从清洗到铝制 都是我们自己用的 就是有时候很累啊 你会觉得很辛苦 你会觉得 诶 客人的那一种赞美跟回馈 会让你觉得你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卤味冰镇后 沉淀的美味跟用心 通通锁进食材里 让每一次的云脂回味 都是让人吃进心坎里的 回味无穷